各位酒友大家好 我是更高 很多酒友说 这个收藏什么酒之前 收藏什么酒 更有收藏价值 我一直跟大家讲 第一时间选择收藏老酒 老酒的价值更高 有一个资深的酒友 给我发了点酒过来 大家一起看一下 一看这个箱子就有年代改吧 整箱的分酒 8号是其他酒也好 只要是整箱了 90年代 2000年 2000年几年 甚至80年代 也是整箱的 收藏价值也高 大家看一下这个 很漂亮 很难找了 很难找了 它这个比单品的一瓶 要贵好几百 你看这个单子 你看这个单子 93年 1月03号 500毫升20瓶 分酒 它这个本来是有甲板的 可能时间长了 坏了 甲板就没有了 93年的酒 到现在这个 就有一股酱香的味道了 我有幸在福北的时候 活过一次93年的 确实好喝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有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叫红粉 也叫木头粉 往哪一瓶 上面好像有标签 你看 当时的价格 26块4 其实这些酒 在前几年 也就是几百块钱 但现在都涨价了 都是1000多了 都是1000多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行业称之为木头粉 红盖的 漂亮吗 红盖的 非常漂亮 这个就有发过来的三瓶红粉 然后还剩下有六瓶散的 就应验了 这个比这个整箱的就要便宜好几百块钱一瓶 这个喝的话非常好 也收藏也可以 这种整箱的很难得 你看还有尖桩 我以前说过 93年的尖桩 严重尖桩 很值得收藏 而且那个时候的酒汁 跟武兰叶最接近 看一下这个酒花 基本上跟武兰叶酒花是一模一样的 以前早期的武兰叶 他们品质靠人工来鉴定的 所以说它的尖桩跟武兰叶 它很那时候差别不大 我还发现有两瓶这个六十度的 这些都是94年93年的尖桩 这现在价格在一千左右 这有三瓶这个白个尖纳裙 我看了一下 品牌都不错 非常好 你就看这个标啊 这些盖子非常漂亮 这个就算前品香了 白个现在越来越少 白个一般是934年 923年 也89年也有 但89年的要贵一点 这一堆就是黄个尔 黄个尖纳裙是95年以后 这一堆货是97年到99年了 当时也很便宜啊 这些酒都是二三四块钱一瓶 然后前两年也就是一千一二 现在都两千左右了 我问过这个酒友 它这个粉酒也是前几年收藏过来的 当时价格是级百合金一瓶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是级百合金一瓶收藏过来的 这种老酒很多人拿来喝掉了 不像茅台和东西还收藏起来 市面上流程量就越来越少 价格就越来越高 它可能收藏得早 五年以前收藏的 这一堆酒到现在出手长一半 但是我觉得还有机会 特别是农香的酒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资源 你可以多收一点老酒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